今天教各位做的是酒釀湯圓 這個我們要準備的是一般市售的湯圓 我還有超級市場買的湯圓 兩顆雞軟 糖跟這個甜酒釀 這個是糯米做的 超市也都可以買得到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做 一般我們做的時候 做一定要不管是甜還是鹹的 湯要先煮 湯要先煮 你不要先煮湯圓再來煮湯 這樣是不對的 現在這個湯滾 我們放一些糖 糖隨意啦你要吃甜一點 要吃點甜你放那麼多 不要吃太甜你就不要放那麼多 甜比較好吃 來現在 滾了之後我們把酒釀放下去 滾這麼黑 滾 水開了之後放下去 不要煮太久 不要煮太久 為什麼 這個酒釀要好吃 你吃起來這個米 米粒不要有渣 不要吃開 吃一點點 會有一個泡 這是不好吃的 所以你不要煮太久 滾就好了 像這樣 把它拌開 把它拌勻 把它拌開 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雞蛋了 一樣齁 這個雞蛋齁 我們要吃一點油的 不要讓它太軟 不要滾得太久 我們把雞蛋 現在水開了之後 雞蛋這樣滾下去 慢慢這樣子 把它繞圈子 把它 滾下去 把它淋下去 淋下去之後 不用等它開了 不用等它滾了 火把它拌掉 這樣讓它 滾下去 蛋就會熟了 接下來這個湯 我們就好了 這湯就好了 如果說 我想要有一些桂花 跟外面一樣的 桂花酒釀湯圓 你就放一點桂花醬 放一點桂花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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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煮這個湯圓 煮湯圓 我想各位在家裡面 應該都煮過 而且可能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 主委群這個湯圓 會破掉 會有這個 流出來的情形 其實 你若冰太久了 冰太久的話 冰久了之後 它就會裂 它就很容易會裂 如果太乾了 因為冰箱就好像廚師機一樣 它會把它水分吸乾 把它水分吸乾 把它吸乾 它就會裂開 所以說 新鮮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 你挑的時候你就注意看 看到表面有沒有結一些碎冰 有沒有有加一些水冰在表面 如果有水冰在表面 譬如說它的那個 那個冰的時間久了 水分都已經有速出來了 就很容易均裂 那如果說你買來 你沒有注意看買來 打火才知道 哇都敲起來了 都倒裂開了 怎麼辦呢 我跟各位講 你如果家裡面有那個糯米粉 煮米粉 你再沾一些水 灑一點水 或是把它放到水裡面 稍微給它 撈一下 過一個水 然後去沾那個 煮米粉 沾一些糯米粉 再把它裹一層 來裹一下 這樣它就 煮的時候就不會滑掉了 其實是說 你就沒有煮米粉要怎樣 沒關係 你用太白粉也沒關係 弄一點太白粉 把它表面給它 擦擦擦 這樣擦擦 你這樣 水 那個冷水 過一個 放在太白粉裡面 這樣擦擦 把它搓一搓 這樣它就不會 煮的時候 那個那個 那個裡頭就不會流出來了 線就不會流出來了 還有一個 那接下來就是煮的問題了 水開才能下鍋 水滾才可以放下去 放下去 我們現在 水滾了 我們把它放下去 暫時不要關小火 不要關小火 我們煮水 我們就放下去 滾滾我們就放下去 就把它丟下去 大滾沒關係 水讓它大 大滾沒關係 全開沒關係 然後 下去之後呢 它可能會沾鍋 你稍微把它拌一下子 確定它不沾了 確定說 欸 它沒丟鍋 火力要燙得上水 為什麼要這樣 大家都想煮鋅 煮到給它鋪起來 就是好了 不是喔 鍋的味道沒有問題 冷凍的味道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甜的 鍋的味道是熟的 鍋的味道 你直接這樣吃沒問題 但是鍋的味道 那是肉 你煮 一定要煮到它的熟 一定要熟到頭 所以說呢 你滾的時間 你要有夠 一般來說 煮鍋的味道 鍋的味道差不多 六七分 七八分 不一定 你冷凍的味道 七八分 然後你開小火的原因 是因為 為什麼不開大火 它滾 因為滾動的時候 這個湯圓在滾的時候 在滾的時候 很容易會裂開 很容易會破掉 它這樣兩個燙燙燙燙 這樣就會破掉了 所以說 你開小火讓它 因為你水在怎麼開 都是一百度而已 所以你開小火 跟你開大火一樣都是一百度 差別在於說 一個會滾動 一個不會滾動 所以說你在煮的時候 你就 火不要太大 稍微熱一下 讓它這樣稍微 稍微油一下 它不會沾鍋 不會沾鍋 這樣就好 然後開小火讓它慢慢煮 煮到怎麼樣呢 煮到它浮起來 這過程大概在五分鐘至六分鐘 因為今天煮甜的 只要浮起來就可以吃了 浮起來差不多就熟了 但是鹹的味道不是 它浮起來 是表示它的外面那個皮熟而已 它裡面的肉還不會熟 所以肉的時間 就要比較久一點 肉你浮起來之後 你還要煮兩三分鐘才會熟 然後我們就開始讓它這樣子 小火這樣子讓它煮 有時候煮湯圓的時候 煮鴨魚的時候 你經常睡覺 就是 你煮到 到底要煮到皮 怎麼這麼好吃 其實你皮 如果是噴起來之後 噴起來之後 你看它的皮 外面慢慢慢慢 它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會慢慢慢慢長大 你要注意 它長得過大的時候 它的肉就會爆出來了 所以說你萬一 如果是說 滾起來了 感覺到 還沒熟 還要滾這麼久 時間不夠了 滾這麼久 已經開始在長大 你用一點冷水 讓它溫度降下來 就沒關係 就是不要讓它滾到 讓它變得很大 變得很大 這樣就沒有了 現在我們就 慢慢讓它滾 讓它去滾 這蛋這樣 現在裡面的蛋已經熟了 因為這個蛋 你不稍微會滾過 所以說 沒有滾過的話 這個蛋就會比較嫩 它吃起來 不會這樣破破 好像我們蒸蛋 如果你蒸過頭的話 它一樣 會 會不好吃 煮的也是一樣 我們煮這個湯 通常酒釀應該要放多少 其實 酒釀放多少 這個因人而異 有的人要吃這個酒釀 你多放多少 沒關係 通常 一般來說差不多 你如果說 這個水 一碗的水 一碗的水的話 你大概要 半碗的酒釀 半碗的酒釀 這個比例 半碗 你一碗的水 你放半碗的酒釀 這樣才有夠味 比較夠味道 不然味道也沒什麼夠 然後 我們煮好的湯 就把它 我們就把它把它 切來這裡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如果說 你有時候 你覺得這樣吃 很容易膩 會比較味 你會放些水 也不錯 放些萊子 或是放些 橄欖 橄欖 我們把它焙一片 橄欖 橄欖 或是萊子 或是冷藍 都可以 你把 放些東西 放在裡面 你吃起來比較不會味 比較好吃 我們現在這個 已經浮起來了 差不多已經好了 一分鐘 大概就可以了 你不要滾太多 滾太多 很容易會破 很容易會破掉 不要滾太久 然後 它 撥起來之後呢 我們不要太大 讓它這樣子 小小的滾 小小的滾 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小小的滾 它不會這樣很大的 這樣翻動 不會整個滾 走來走去 這樣會最好 像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把它搖起來 把它搖起來 放到我們剛剛 煮好的這個湯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你咬的時候注意 不要把它給搓破了 好 這樣子 酒釀湯圓 就完成了 這個你們煮湯圓的時候 大概該怎麼煮 你們就知道了 就是時間要夠 然後這個蛋 跟酒釀你不要滾 不要讓它去滾 滾了之後就不好吃 然後你可以適量的添加一些水果 那麼各位可以在家嘗試看看